张瀚现身少了粉霸倒,多了粉碎性,略显发福 张瀚现身少了粉霸倒,多了粉碎性,略显发福 张瀚现身机场,一身休闲装,简单时尚,大长腿,整洁的妆容 走路带风的style,看上去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美少年 只是迎评下的他看上去更加随性而有亲和力了 完全没有了霸道总裁的气场了 脸看上去肉肉的,圆润了不少啊 休闲装棒的他竞现帅气,休闲裤搭配休闲上衣 再加一双小白鞋,张瀚不要太帅好吗 这身打扮真的暴露了他的一个特点,腿真的好长 这长腿好悉情 每次他的出现,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又高,又帅,还很酷 身边没有保镖助力经纪人等,可以说是非常低调了 即使是拉远了镜头,张瀚的气质还是很好的,在人群中也很出众 吴京片酬,张瀚片酬,吴刚片酬,网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 一部战狼系列电影在中国掀起了史无前例大规模的网络爱国热潮 可谓是一部跨越年龄层的爱国情怀大片 其上面票房不出意外的位居前列,不管是曝光度还是话题度都是难得的高 口碑也少见的一致倾向好评 今天我们来揭秘一下其中各位主演的片酬新资 首先就要说到战狼的导演,建筑研与投资人也就是吴京 吴京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是早期的舞蹈演员出身 他曾获得全国武术比赛精英赛枪术,队练冠军,以功夫小子创情观出道,因太极宗师出名 随后小李飞刀,杀破狼,男儿本色等作品令他广受好评 后转站幕后知道并仓眼战狼,战狼2走上视野巅峰 据说其在战狼2的片酬应该是3000万左右,也算多劳多得 再说到战狼一众,张翰的表演也是可圈可点 张翰是中戏出身,凭借湖南台的《一起来看流行语》正式进入演艺圈 随后出演《一不小心爱上你、圣女的代价》,《随唐演艺》等影视作品 一直以来网友对其演技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接着他本人更是成立个人演艺公司并担当制作人,也出品了不少影视作品 然而即使本人作品不断当他自身的绯闻,和剪不断里还乱的情感纠葛 却更令人影响深刻 直到《战狼2》的亲情出演才稍稍风评转好 聚网传张翰在《战狼2》中的片酬为一百万片酬,倒还在情理之中 《战狼》中还有一位老演员不得不提,那就是吴刚 吴刚出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艺术家 出演过堆积情感,黑蚂蚁,潜伏,建国大业等有名的影视 无奈到光度小,直到人民的名义,《战狼2》才将其推到观众面前 吴刚老师的片酬并没有具体数字报道 但听说人民的名义所有的演员总片酬却只有4800万元 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老前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